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驾 快 快 再快点 好 驾 快 驾 开大人 韩大人 可以挖了吗 开始挖 是 不要啊 不能挖 不能挖 开大人 韩大人 千万不要挖啊 为什么 难道你心里有鬼 不是心里有鬼 是鬼神不能惊动啊 皇上的命令 谁敢违抗 大人 不要啊 拉下去 千万不要挖 大人 不要挖啊 大人 不能挖啊 大人 大人 不要挖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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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老爷您可回来了 出大事了 我知道了 现在怎么样啊 正要挖少爷的墓 好像已经挖上了 说是皇上下的命令 无心墓里有事 赶快去墓地 快 驾 启禀圣上 刑部尚书开祭 派人禀报 薛强之墓 已经开始挖掘 但是薛世民还没有赶回 从薛家人样子上看 不像有诈 开大人请示 是否继续挖掘 继续挖呀 是 开祭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是不愿意挖开 韩义可在场吗 在场 不要我 开大人 韩大人 老爷不在家 小人实在不好交代呀 滚开 开大人 快点 走 薛公子确实埋在墓中啊 把他拉走 是 老子 大人 大人啊 大人 一招 请问这位仁兄 出什么事了 唉 你看着吧 出什么事了 唉 正好是一座空墓 唉 你不说话啊 呦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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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强之墓 唉 正好是 为何是空墓啊 唉 我听说啊 薛强啊根本没有死 让薛强给买出来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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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玩 住手 不要玩 你们干什么 老爷 你可回来了 你们干什么呀 不能忘 老爷 这是开大人 这是韩大人 开大人 韩大人 你就是薛世明 小民便是 小民不知 为何要挖我孩儿坟墓 难道他死后也有罪吗 薛强 真的死了 回禀大人 我孩儿病死狱中 已三月有余 这就是他的坟墓啊 胡说 你打通关节 未成薛强病死 并将其偷运出狱 你犯了十恶不赦之罪 小民不敢哪 开大人 我儿子死于狱中 有狱仪作证 还有刑部官员查验 怎能有假呀 难道 狱仪和刑部官吏 就不会收受你的贿赂吗 开大人 恕小民直言 京师大狱和刑部的官吏 可都是开大人的下属啊 放肯 放肆 你以为 开大人会包庇属下吗 如果你将前后经过如实交代 本官便可下令停止挖掘 小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如果小民心里有鬼 怎么敢日夜兼程 前来保护我儿的坟墓啊 如果打开棺木其中不见尸首 你还有什么话说 小民任由处罚 可是开大人 如果关中有尸 又该如何呀 韩大人 看他这个架势啊 好像关中真的是有尸首 凯大人 你以为应该如何呢 麻烦的是 围观的人这么多 一旦开棺见诗 怕是不好收场啊 已经挖到这种程度 半途而废 恐怕不好收场吧 更何况 陛下早有成命啊 你还没有回答我呀 你还没有回答我呀 如果关中有尸 又该如何 如果关中有尸 你想威胁开大人吗 小民不敢 可是小民 也曾做过朝廷的极平命官 并非没有身份 小民之子虽然不孝 可是生前已经获罪 可是生前已经获罪 死后无缘无故地 受此奇耻大辱 在天之灵也不得安定啊 是啊 大人 我家公子 纵然有千般罪孽 也已以命相抵 不该再遭世人耻笑了 如果关中有尸 本官定会当面道歉 并且为薛强重修坟墓 这 起 放 启禀开大人 韩大人 棺木已经挖出 这这 开棺验尸 是 不许开棺 老爷 不许开棺哪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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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 老爷 不能开棺 老爷 不能开棺哪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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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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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不起你呀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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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尸棺 老爷 下棺在 掩尸 掩尸 老爷 老爷 报告开大人 韩大人 关中尸首早已腐烂 尸首穿着华丽 为青年男子 另有玉石珠宝等陪葬品若干 韩大人 你看 好 那就向陛下禀报吧 这么说 薛强确实是死了 看来是这样 关中尸首肯定是他吗 臣与韩杜御史 都已亲自看过了 尸体已经完全腐烂 至于是不是薛强 已无从辨认了 确实如此 那么 此事就暂且这样吧 不过 大狱中勒索犯人 及其家属之事 确凿无疑 你们还要继续清查 不可松懈 遵命 开计 在 你过去口口声声说 狱中勒索受贿之风 早已禁绝 为什么朕一下去就能发现 陛下 臣确实负有失察之罪 辜负了皇上的信任 臣一定严加查办 他绝不鼓喜 自古以来 狱中多有此类事情发生 朕是知道的 但是在大明朝 不能允许此事继续滋长 一定要彻底禁决 无论历朝历代能不能做到 微臣一定照办 此外 微臣已将薛世明传还到刑部 要细加盘查 问清楚事情的全部经过 一免有误 很好 你下去吧 寒衣可留下 朕有事情跟你说 是 微臣告退 王大人 真是虚惊啊 没想到我们还能回到这刑部 若不是我拦着你 你昨天就去自首了 惭愧 惭愧 无论如何 我也没想到 棺中居然有诗 棺材中 明明装着薛强处去的 看来这个薛世明做事周全哪 不愧是当过官的人 那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也许是觉得没必要吧 本来也是 若不是出个狐林 谁会注意 这个薛世明 你为什么不继续当官呢 有如此的心计 起仇不飞黄腾达啊 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做官啊 皇上一味逞贪 水质轻则无鱼啊 倒不如像薛世明那样 辞官经商 还可以运用官场旧交 从中谋利 是不是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我们也没有人家薛世明那样的本事 也只能做个官 靠所谓的行贿受贿赚点小钱 还要担惊受怕 是吗 日子过得 绝非潇洒呀 算了算了 能过了此关哪 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大人 卑职略被薄酒 能否到韩社小酌一番哪 可以 不过 切莫声张 卑职明白 韩一壳 你觉得那个棺材里头真的是薛强吗 微臣想只有暂且相信了 今日之场面令人无处生意 微臣也曾做过调查 当时薛强的棺木 是从狱中直接运往墓地入葬的 为官者有所证明 似乎来不及再做手脚 看来朕是多心了 本来朕还考虑谁来接替开机 现在看不必了 毕竟是开盟之子 值得信任 刑部尚书这个位子 也不是随便找个人就可以充认的 哦 陛下 微臣倒有些不放心之处 讲 开关之时 微臣看到 刑部侍郎王熙哲 主侍杨淑征 皆有恍然之意 哦 另外此次开关惊动了百姓 没有查到结果 反而显得朝廷做事过于武断 而臣担心此事会在百姓中引起不良的反响 是这样吗 殿下说得的确有道理 开关见诗之时 在场百姓哗然 不过微臣以为 百姓未必见得倾向于薛家 这个就是百姓的反响 朕要的就是这个反响 如果王熙哲杨淑征他们两个人 真的有跟薛家勾结的话 他们就经不起这个反响 你明白这道理吗 微臣明白 来 本官问你 刑部侍郎王熙哲 你过去是否认识 不认识 朱氏杨淑呢 有过一面之交 京师大狱的私欲求衍 是否认识 认识 小民曾设法认识私欲求大人 想求求大人 关照在狱中的薛强我儿 什么关照 希望我儿在狱中不要受到虐待 你与杨主事 求私欲或是其他人 是否有过钱财的往来 小民不敢 开大人 小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想单独跟开大人讲 你们先退下吧 是 是 开大人 开大人 小民以为 此事并没有完全过去 望大人小心提防啊 关中之诗乃是何人 大人 当初小民多了一个心眼 叫人弄来一句青年难诗 深夜挖开墓穴 藏入关中 现在看来 此事果然有必要 只是没有告知大人 让他人受惊了 是无主之师吗 皇爷之师来自江浦 薛强现在何处 仍在府中 马上把他送走 开他人放心 等到风声烧过 小民必定照办 为了你 本官就一朝覆灭 我现在是后悔莫及 开大人 小民的心理清楚 小民绝不会亏待大人的 记住 不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说出钱财之事 即便是你说了 本官也绝不会承认 开大人放心 小民为了表达 这次的救命之恩 愿意再向大人奉献白银五千两 今天下午便送到府上 帮大人笑纳 我看你是疯了 我看你是疯了 开大人放心 此事万无一失 今天下午 我叫一个外地人 购买一车大米 将银箱藏在大米之中 然后拿到开大人府上对面的街上去叫卖 大人叫管家把米买下运回府中 你倒真是个懂事之人 不过 这次就算了 开大人 我薛卯做事 向来都是大出大进 我宁可自己舍本也不会亏待朋友 大人这次为小民受尽惊扰寝食难安 我怎么能够不知深浅呢 这次只是略表谢意 来日必当重谢 你若真有此心 本官 却之不恭了 不过 要百般防范 保证薛强之事 不再引起师端 一定一定 开棺验尸正好是以正视听啊 此事板上钉钉 王大人 这次多亏了你啊 不然那天我去自首啊 还会有今天吗 王大人真是遇事不乱 来 我敬你一杯 好 杨大人请 干 不过啊 我们比起开大人来说啊 还是略输一筹啊 有可能 开大人早就拿了薛家的银两 而且深知内情 像吗 像 又不像 他若知道关中有诗 为何不设法让我们安心呢 他要不知道 他又为何如此镇定呢 王大人 怎么解释 你记得三个月前 我们到开大人那儿 汇报薛强死于狱中一世 记得 他的态度如何呢 嗯 开大人 昨日京师大狱内关押的杀人犯薛强 因染瘟疫死亡 思域为此上报 请求准语出葬 思域奏文上说 文病传染性极强 不宜久放 建议是否早做处置 真的是文病 开大人请看 这后面 附有御医处建安的诊断证明 这个血强我知道 前几天 本官到京师大狱去视察时 他还好好的 怎么说死就死呢 大人说得极是 但御医说 这个血强染的是重瘟病 病情很难控制啊 那你们说 该怎么处置 这是否通知思域 让死者家属 用棺木将尸体运走 是家属提出的要求 是啊 这个血强的父亲哪 请求把棺木运到狱内 这个血家 不是省油的灯 可以允许 但是 必须经过刑部查验 以证明犯人 已死无疑 是的 王大人和卑职 准备亲自前往查看 普通犯人可以 血强是杀人犯 是死刑犯 还是得谨慎一些为好 那开大人的意思是 本官要亲自前去查验 来 这样自然最好 不过 玉医说这个薛强啊 得的是重文病 连狱中的狱卒都唯恐 避之不及 开大人去 我们 害怕开大人 此事马虎不得 我 还是亲自去看看为好 那么 大人 真的是温病 确实 陛下催办的黄祥议案 证人还在外面等着 要不这样吧 本官就不去了 还是你们两个人去 记住 一定要仔细查验 不能出任何差错 出了差错 找你们两个人试问 请开大人放心 你是说 他早就知道 我们和薛家商量好了 不是没这个可能 不然 他为何先说亲自去 然后又改变了主意 或者他根本就没打算去 他是想把责任推到咱们头上 薛世明那是在官场上混过的 比狐狸还狡猾 他做事一定会做得滴水不漏 他怎么会忽视开计这个环节呢 所以薛世明先找的人 一定是开计 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担心开大人过问此事 原来他们早就串通好了 对 开大人可能既接受了薛家的钱 又不准薛家把他暴露出来 好一个清官哪 哪有什么清官哪 只有做事稳妥一点 或者愣一点的区别 要真是这样 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可恶 我们向他汇报的时候 他还打着官腔吓唬我们 其实他心里啊 明白得很 为了拿住咱们的把柄 也是为了保住他自己 算了 汪大人 现在事情已经挑明了 您呢 以后也别再跟他斗心眼了 咱们也斗不过他 这次能保住性命 以时数万幸 以后他说什么咱就听什么 他的事实跟他干算了 能如此当然好啊 不过我总觉得危险 仿佛迫在眉睫啊 不过他 启禀皇上 有什么事 有一件事不知该不该现在禀报 讲 今臣又有人击鼓茗渊 还是为薛强一案 还是那个姓黄的吗 不 姓元 与皇军民并无干系 曾在兵部任职 也是个士绅 招他进殿 是 小民原配瑶 叩见陛下 是你在积登文谷吗 正是 为了何事登文 禀告陛下 为薛强之案 你跟薛强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小民昨日亲眼看到挖掘薛强之母 开棺验尸 以为陛下决定十分英明 但是小民又以为 不能因为关中有失 就认为薛强已死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薛强还没死呢 薛强死了三个多月 但在两个月以前 小民的妻子 很可能就死于薛强之手 你的妻子是怎么回事啊 剑内姓林 名玉珍 去年八月与薛强订婚 薛强去年十月入狱 圆月死于狱中 经人撮合 小民于今年圆月与玉珍成婚 夫妻感情甚多 然而二月上旬 小民前往浙江办理事务 家中却发生了大事 夫妻 夫妻 你看你 你哭什么呀 别哭了 你快走吧 都没理解什么了 你早就是我的人了 你要伺候我到五更 不要啊 不要 你真人 孩子她娘 二媳妇房间有男人 真的 那可不是真的 那可不是真的 我听得清清楚楚 怎么办呢 哎呀丢死人了 那是 快去救老大呀 行行行行 裴琴啊裴琴 快起来 走了 你 爹 这是怎么了 别问了 别问了 人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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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问媳妇的去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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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啊 父亲 出什么事了吗 问你媳妇去 我只问你一句 是否与那人同奸 是不是同奸 别逼我了 别逼我了 那人到底是谁 是薛家公子 胡说 薛强已经死了两个月了 就是他 你还敢狡辩 一个死人怎么跑到你房里来了 你老实说 你老实说 是不是你幸福 说啊 你们死痛过几次 没有 是都强迫我的 强迫 强迫你为什么不喊叫 我吓坏了 我以为他是鬼 我以为他是鬼魂 你还要不定是他 你这个淫妇 不 犯者休了 我们原家祖祖辈辈 就没出过这种事 或许薛强真的没死 这种传闻 外边不是有传闻吗 你也相信这种鬼话 那薛强出病那天 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父亲 昨晚你看到的那个人 像不像薛强 那黑灯瞎火的 连个月亮都没有 我能看得清什么呀我 薛强离咱家这么近 万一真的是他呢 你也撞到鬼了吧 没出息的东西 你还替你媳妇说话 不好了 不好了 老二家的媳妇给撬警了 真的 赶快救人 小民千不该万不该 恶语伤人 只是剑内冤死于九泉之下 事后小民曾去薛府质问 但是薛府失口否认 小民又告上衙门 但苦于全无证据 事情不了了之 此次朝廷下令挖坟 小民才顿然醒悟 薛强果真未死 那天夜里翻墙入内 强奸见内者 果真是他 可怜我那媳妇 有口难辨 被迫轻生 小民恳请陛下 为小民做主 捉拿薛强 罚办凶犯 开记 你们是怎么调查此案的 薛强到底是死是活呀 陛下息怒 微臣与韩大人 确实经过仔细地调查 并遵照皇上的圣旨 开棺验尸 而且棺中确实有诗 经验尸官查明 此人大约死在三个月前 骨骼 体貌均与薛强大致不差 这才认定薛强已死 那么原家所发生的事情 又作何解释 原家之事 微臣也是刚刚听说 微臣以为薛强一案 应该再做调查 陛下 原配瑶之妻林氏 曾经与薛强定亲 后来嫁到原家 如若薛强未死 眼见未婚妻 与他人成亲 心有不甘 趁原配瑶不在时 潜入原家 对林氏强行逼迫 虽属冒险 但他以为 林氏会念及过去的感情 不予揭发 也是可以解释的 韩大人所言极是 不过 陛下 微臣有几句话 想问问原配瑶 问吧 开大人请讲 本官问你 此次前来 撞告何人呢 撞告薛强 你认定那天晚上 入室行间的就是薛强 能断定 你说 你的王妻 曾与薛强订婚 是的 他们二人可曾相见 去界内说过 他在街上见过薛强一次 只见过一次 是的 那么 你的父亲是否见过薛强 见过 见过 见过几次 也就是说 你的父亲认识薛强 是的 据你所说 令尊大人当时 并不确定 他碰见的就是薛强啊 是的 为什么 那天夜里太黑 家父一时无从辨人 那个人潜入令氏房中之后 是否点亮灯火 没有 那好 我来问你 令尊大人见过薛强几次 尚不能认定那天晚上 月强逃跑的就是薛强 尊夫人只见过薛强一次 他如何就能认定 那天晚上的来人就是薛强呢 他毕竟见过薛强 据你所述 那天夜里很黑 令尊大人在院子里 尚不能认出薛强 尊夫人在房中 而且又尚未点灯 他又如何能认出来人呢 薛强说了自己是谁 大家都认为薛强已死 来人仅是说说 尊夫人就能相信吗 若不是薛强 又能是何人 难道 就不能是别人冒名顶替吗 其他人 其他人为何要冒充薛强 难道冒充薛强 岂不是更能抓住令氏的软处 迫使他就范吗 你 你刚才话里已经提到 你曾听到有传闻说薛强未死 难道就不会有歹人 冒充薛强的鬼魂去惊下令氏吗 小民相信 来人必是薛强 你 是听闻皇上下令开关验尸 才确信来人就是薛强的吧 正是 这就说明 你本来也是半信半疑 如若不然 当初你怎么肯善罢甘休 陛下 此事 微臣一定再做调查 但是 微臣也看出来了 不论是上次黄洁民来状告 还是本次袁佩瑶来状告 都与关于薛强的谣传有关 而关于薛强之事传言之所以那么多 又与薛家有钱有关 京师大狱中敲诈勒索犯人之风见起 更加助长了这种流言的传播 不过 究竟关于薛强的传闻是否有根据 京师大狱之中 是否有人敢做出如此胆大妄为之事 微臣认为 目前尚不能妄想定论 好 好啊 开卿不愧是刑部上述 分析事情条理分明 头头是道 正如开卿所说 此案目前不宜妄下定论 但是 如果有人相信 躺在薛强棺材里头的肯定是薛强 那他就是一个大糊涂虫 朕自登基这么多年以来 还从来没遇见过一个大案的案情 是如此蹊跷的 这一点 倒是朕兴致盎然了 依朕本来的脾气 事已至此 朕立刻会派人拘捕刑部跟大狱的相关官吏 书以言行拷打 自然会问出黑白 但这一次不 这一次朕 偏要尝一尝 猫抓老鼠是什么滋味 世上本就只有一个血强 他躺进棺材之后 就没有办法在世上兴风作浪 若他还在兴风作浪 那躺在棺材里的就没人知道 他是何方的无名尸首 朕算了算 以薛家的失意而言 想要买通各级相关的官吏 让他们都不吭声 甚至于把薛强运作出狱 他所要耗费的银两 何止三万五万 故此诸位爱卿不必急躁 眼前恐怕马上就有一出好戏可看了 倘若刑部 跟大狱的官吏是清白无瑕的 自可安然度日 如若相反 那他就要寝食南安了 既然如此 朕又何必跟以往一样急于揭穿什么呢 刑部尚书开计 微臣在 朕命令你继续调查此案不得松懈 直到真相大白为止 臣一定竭尽全力查明真相 配和见到神便如今 每人记得入睡的一场 Zither Harp 忘不掉 梦境如荒 梦也甘甜 梦也苦辣 难说难解 难测难挂 白羊人生千种 披露交道 白羊人生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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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